星期天的世貿醫館 看一下星期天的世貿醫館 哈囉 我現在在文具展 大家可以看到背後遠方這影片 我遠一點看 全部都是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比較有空間的地方 可以好好說話 剛才姐真是滿身大汗 走吧 哇 都是人 都是人 滿滿都是人 是我最喜歡的區域 買 很會毛筆 可惜 我不會畫畫 我剛才想要去看的是印尼 可是因為人太多了 完全進去 怎麼這麼可愛 就是以前爸爸很喜歡用的牌子 他這個味道也會幫你設定喔 你看我這邊走肉 你是不是有味道 好受贈喔 我喜歡喵星塔 但是人家的菜 還有人在選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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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代占利品 那其实里面真的很热又很低 所以先出来其他地方吹个冷漆 等一下来看我们这一次买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来分享的是德国天鹅牌的色铅笔 这次买了12色还有24色的铅笔 那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 所以呢这一次50元的12色我就买了三盒 那妈妈可以拿去送给义工服务碰到的小朋友 那我个人是留了一盒150块钱的24色 那因为临时找不到图画纸 所以我们就先试画在一般的纸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很饱和 很容易上色 要混色也很OK 这个性价比算是蛮高的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国玉的方形口红胶 那这一个产品我观望好一阵子了 决定要出手就是考量到它的贴心设计 比方说这个方形的设置呢 它跟其他的口红胶比起来就比较不容易会滚来滚去的 那因为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涂出一条蓝色的轨迹 所以呢你就可以确认哪一些地方是没有涂到的 而且它干了之后呢颜色就会消失 方便性来说的话很不错 也很推荐大家 第三项是Zebra的Salaza Clip中性笔 这个系列的笔心呢从0.3 0.4 0.5 0.7到1.0都有 那我个人是觉得0.5刚刚好 那必须要肯定的是它的笔身握感非常不错 写起来也很顺手 那我先前有先陆续买了几拨 所以这一次是凑一些还没有买过的颜色 等以后有包色包套完毕了再详细介绍 在文具展当中呢也有创作者专区 那我这一次呢因为人潮实在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晃 所以就直接挑我平常最喜欢的喵星达来先下手 那创作者刚好不在就不能要签名或合照 这一些有点感伤 所以我就化杯份为力量买了它这一次的礼包 那礼包当中呢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印章很精致的印章 然后呢还有几张是邮票型的贴纸 再来还有几张明信片 五张明信片的礼包 那我再加上自己也买了它的纸胶带两款 这样子夹起来 还有 可爱的小贴纸 你看这画风光其实非常的细腻 而且又很精美浪漫 所以每一次有新品出的话 我几乎都会入手 最后一项呢是corner转角 因为我很喜欢彩色 然后它的摊位上面卖的明信片 还有一些周边产品也都是这种彩色渲染的风格 非常的浪漫又很柔和 就忍不住买了一些些 不过呢它其实现场还有很多 我看了也很喜欢 回来之后有点后悔没有收购的一些产品 那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选购回来 买完之后遇到我朋友 以上是2019年的创意文剧展收获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 也欢迎告诉我们 在这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